在写在悔想自己有什么要忏悔的 哇真的是个个都泪流满意 所以忏悔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力量 因此呢我们 当我看到高老师呢 他这一段 我觉得确实对我们非常纠结的 中国的这种人伦关系 父母的子女的亲情的 甚至夫妻的 非常纠结 所以很多时候 怎么样沉下心来 真正的去面对自己 去关照自己 我觉得这个文字 就变得怎么样 清晰了 变得会触动人了 所以他真的就变成 很适合东方人的怎么样 那种灵极限 就是我们用这种疗法 去做自我疗愈 那大家前面来的比较 来的比较早的20位 可以拿到老师很有心 好去印的 有没有 好几页的内容 如果没有晚到的 没有关系 就跟旁边的看一下 好吗 如果再有兴趣 自己也想办法去 去引印 那真的老师无偿的 从那么远过来 然后还要自费去 引印资料 跟大家前缘 那我想 这就是一个 善思源的流通 始终是在我们 真相书引会 所呈现的一种精神 那我想接下来 就请高老师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他今天的主题 好 套这个黄老师的话 借一下大家的双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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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兰姐 有这个机会 再度的上台北 来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中书神心娘 那另外一个名称就光书 因为我这本书 准备在著作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真实的 因为这个部分 有很多 我们台中 有很多的医学院界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关于民主聊法 或者一些见证 其实我最近在 在开始成绩这个 后面已经在见吗 后面已经在见吗 没有 听不到的 那我声音大一点 那这个灵性中书神经 光书的起头 是怎么来的 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先自我 大概自我一点 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实 我是道地的一个 从小到大 其实我是 并我禅身的一个人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从出生 开始那一刹那 就要面对时光 为什么 因为我是双胞胎 在座 我跟大家讲 我是双胞胎 第二个 我是七个月 生出来的早餐 我生出来是一千八百公克 一千八百公克 那我就在保温 保温的那个长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另外一个 我的双胞胎 它到我一分零五秒 结果呢 结果 我外婆 因为我妈妈 做生意料 托给我外婆养 结果 我外婆养了之后 说 这个两个小孩子 真的能养得很大吗 结果呢 真的一个 我老大 我是老二 我是双胞胎老二 结果她跟我讲说 我外婆 这是我听我外婆叙述的 结果我外婆跟我讲一句 讲了说 老大真的要过我了 真的死掉了 可是大哥 我的双胞胎哥哥死掉了 那死掉之后 我老有说一句话 一个死 另外一个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啦 应该是 奄奄一息 结果我的外婆 她就讲说 我老大 我去算命看看 以前没算命 以前都没有死 去那些 那些生命 这些生命 看看这些小孩子 又死了我 结果真的 我外婆 找了三个 三个地方 结果三个说 两个都说 居立玄 两个说 这个孩子可以活得下来 好吧 那我就养养看 真的我活下来 荣幸我活下来 可是我活下来之后 我是身体先天的 叫做体弱多不难 这种人 风吹咧 感冒 就是要去进医院 从小我到大医院 就是要打针吃药 打针吃药 每天都是 几乎都是这样 那 人一定病到一个阶段 我们在座的没遗忘 当你身体生病的时候 你有一股反抗力 叫做 我可以不要生病 那时候 我有告诉我自己 有很强烈的意识 不要健康 我不要再吃药了 我不要再打针了 那时候多少 那时候多小 那时候是小学四年级 我那时候就告诉我 我不想再吃药 太痛苦了 太累了 每天就要打营养针 每天就是不想吃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开始往外去寻求自然 运动 包括任何爬山 包括有什么运动 我就参与 所以慢慢的身体就健康 到我国中 其实我国小毕业 大家会想不到 我国小毕业是136公分 我都有记录 那个相片什么都有 那我毕业到国中 我就160年 人生有很多的转折 其实我们要感谢 所有的老天 祂会给你这些生病 或者给你这些讯息 祂是给你启发的 人生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转折什么 第二个阶段里面 第二个阶段 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转折 我相信在座 每一个人生 不如意十之八九 相对的 我在我的十六岁那一年 刚好我们家族是在南投 我们家还蛮富裕的 我自己的庆训 我生长在这个家里 因为我生出来 就是被照顾得很好 那在这个我也很真实的 跟大家分享 我过去我爸爸是属于 我们台湾企业里面 跟着一起 一起统一一起成长 像我爸爸以前早期 是南投县的经销商 又是南投统一的经销商 又是食品的批发商或什么 我生出来之后 就在糖果店长大 每天都是糖果 糖果饼干 糖果饼干这些很大 所以我家很富裕 可是在十六岁那一年之前 从前要 人生要改变了 十六岁那一年人生要改变 怎么改变 因为我爸爸他人太好了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 各位这边 都是有一个 我们知道 都是一个中年的文居多 那我相信有一个真理 那时候我爸爸只有一句话 我偶偶像保佬 这样 他全部的家庭没有 就一个保 保三个人 保我的妹 我的那个姑姑 还有两个我爸爸的结拜 就这样保那一年 全部所有产党坏坏坏坏多少 土地跟所有房子太多了 总共那时候民国七十年 我们讲的三千八百万而已 不多 三千八百万 我们这样所有资团归空 人生从那边转折 其实在这个部分你就会去思考 人生为什么会这样 生命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那时候其实 我从这个起因也告诉大家 从那时候你的身心灵 你没有转化 那个意识已经注入到你的 那个意识里面 我们的灵识 我们的心识里面 有没有解开 表面上没关系 表面上那时候我们有仇恨 跟你讲 我那时候在座人跟讲真实话 那时候真的我恨我父亲恨死了 然后不恨 好好的一个家庭 结果到了 结果被人家所有 每天追的债务 被人家追 我们家里小孩一样 你心有没有解开 没有解开 只要你带着那个能量 表面上OK没问题 可是内在有一股恨 内在有一股恨 愤怒不平 押育 我跟讲 潜在你身中 身心里里面 我相信都是 你没有面对 你没有解决 虎朗的一句话 很准的 只要你在人生里面 你越怕的 越不想遭遇的 你心里所想的 你所想的那个意思 偏偏就会出现 那是你的功课 你没有解决 好 这个没有延续下来的 下来就是什么 下来就是我当兵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解决 快乐的童年 好不如我当兵了 75年当兵在金门当兵 那时候还没有解研 我已经透露年龄了 75年那时候 那时候还讲 那时候还是 我们的讲经过 我休闲到金门当兵的时候 很不幸的 我得到一个 大家 那时候不愿意听到的一个病 叫cancer cancer很少 民国七十五年那时候cancer不多 可是那时候cancer 你得到了 你真的不敢人家讲 为什么 你刚才跟他讲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时候你中cancer 以前是你祖先祖妈 以前做患失敌 丢丢的病 真的 那时候我民国七十五年 得到了这个病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办 检查出来 检查出来 我在军医院 在花岗医院 结果被人家检查出来 他就跟人家讲 男孩子很少会得乳癌 乳腺癌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那我怎么转折的 那时候 很抱歉 真的 我自己会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病 那些没有办法后送 只有一项开到 就开了 当然开了也有好处 开完刀从来不出操 就躲在 就真的躲在 躲在 那个军医院里面真的 开完刀之后就休养 那当然找借口 不能出操会痛 其实没有 其实就是在 那时候的两年 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可以 结果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回来 又第二次 又长出来 又开刺 这里又长出来 有没有 处理干净 那不是 不是他们 处理不好 是因为在军医院里面 我们真的是要当试验品 那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后送 那只有 切除不干净 再切除第二次而已 那没办法 那当我退伍后 我就从事在 开始在从事身心灵工作 我就很喜欢 就是关于身心灵这个部分 没有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我的身体 我就探讨开始 我探讨我的生命 我探讨我的身体 我为什么要得这种病 其实后来 我退伍后之后 我接触的第一个宗教 也是第一个身心灵的课程 那就是佛二等 大家应该现在很 很流行的 叫奥修系统 奥修有没有听过 我明果七十八年 就接触奥修了 七十八年 我开始进去 那时候很疯狂 疯狂到极致 我跟大家讲 那时候真的是疯狂过的 三年多 三四年了 那时候每天都 Damanic Kondanini 什么什么 反正每天可以修的 我一定修 我一定照定 按部就班的修的 多配合的一个人 因为我很喜欢探讨这一个领域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 那时候进入到很深的能量 有时候那时候我催眠 又进入 其实真正的问题点 我要讲的 其实不是生 生就是透过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态度 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 我们的阴影落在我们的身体的眼睛 黑色真正的主因是你那一股的压力 造成的 你的爱和情仇没有办法解开 累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些毒素 我走出来 真的我走出来 OK 我也付钱或一直到现在我都脱离了 人生不是这样的 这还不经常 到我在追求灵性的部分 灵性的部分的时候 我又一直追 不能满足我啊 不能满足我 我身体改善了不能满足我 人是从哪里来 要去哪里 开始追灵性的 我在追 可是追到一个阶段 人生 追到一个阶段 理性的知道了 追到不能追的 有限的知识已经追完了 感受体也追了 哦能量啊什么什么 那是很表层的东西 我也知道 可是到最后追到最后 不能追的时候 找不到的时候 拜师母门 也修了很多 我们禅宗的 包括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的恩师也有一个 南怀经老师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密宗的 还有道家都有 追到最后的时候 27岁 我25岁就开始吃素 不晓得为什么会吃素 我也没有原因 人家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吃素 你没有许悦 或者你有没有宗教性 没有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当教学很喜欢吃素 而且吃得很轻 而且那时候都交不到你朋友 你吃素 交不到 我那时候27岁 真的交不到你朋友 几乎都是很多都是吃素 那时候素食还没有那么的 那么丰盛 可是真的那时候 追到最后的时候 人生开始转累了 27岁 不该发生又发生了 对别人来讲 这可能是不好 发生两大次的车祸 车祸 弄一个没死 刚才还真的没死 真的没死 我灵魂出窍 现在医学你们去看 现在很普及了 那时候可能不普及 那时候只能讲 我们中国讲灵魂出窍 那现在西方医学已经有证实 书很多了 叫冰临死亡 灵魂死亡的过程当中 不该死我又回来了 其实我的灵魂七法里面 有一本书 那书是我在上课 在分享的时候 我学员学生记录下来 出了一本书 我没有带上来跟大家分享 结果灵魂出窍的时候 真的那是不可说的真理 从灵魂出窍 我到了观音法界 到了整个这个过程 到了欲倦 到回到我的身体里面来 对 结果最后一个答案 我身体痛死了 撞击之后吐血之外 还有醒来之后 我又要开始处理我的身体 撞击心脏肺部 还有肋骨开始出问题 然后开始吃 调理中药 西药 什么都开始在做 开始又在调理 然后如何调理呼吸 有很多的奥秘 就从那时候开始 强迫你 关照 觉知 不是我愿意的啊 可是我那时候奥羞 我也体验不出来 什么叫关照 什么叫觉知 我跟你讲 哦 都是头脑知道的 可是没办法 生命 当你死亡过后之后 你会开始觉察 因为你没有办法 不是我愿意的 可是我就要缓缓呼吸 我每天要抱着这样呼吸 因为我不能过胸 咦 撒起 又回你了 又灵魂出窍 你所讲的 又灵魂出窍 真的是这样子 没办法 透过那个觉察觉知 才慢慢去发现 觉知 观照 才慢慢觉知 呼吸的重要 才慢慢说 我们要进入 定习 所谓的 入定 入习 这个部分 整整的奥秘 我慢慢去察觉 从那边去发现很多的奥秘 从那边发现很多灵性的东西 包括今天很感恩的 欢迎菩萨 牵手欢迎菩萨 是我的恩师 他叫好很多 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东西 再来有很多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在座的 如果你今天以后有机会 你们都以后可能会有机会 我也在思考 我常常所谓的临床的角度是 不是我可以 我如何想尽办法 不要讲 不要说 透过临床 可不可以让你们进去一样 就像我在台中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可以进去 灵魂出窍 那我可不可以 帮别人的灵魂出窍 这很物质的东西 这是做的不说的 就是找那个门 那个门 敲门在哪里 那个门在哪里 就像我们路定一样 终于找到了 那你帮人家做你会不会恐惧 我跟你讲 他出问题你比他来恐惧 那个要突破 那个门房要打开 跟一层要不怕死 老师我唯一的优点 没有比你们多多少 我唯一的优点只有你 一样而已 你感性 就是这样 我的所有的过去的思想 我就是要去印证 我就是要去了解而已 没有其他原因 因为当然我死亡过了 我又回来了 当我回来 这个肉体的时候 我有一个直觉 很简单的一个直觉而已 肉身是借用的 当然这个 讲出来是很直接的 可是不一定有能感受到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有一个永恶 你的灵性是好 每个人在座都一样 透过这个肉身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跟大家分享 在还没开始 我分享的过程 当我灵魂出窍回来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该有的神通我都有了 灵魂就是死亡 一你死亡之后我回来就有很多 我会办事 我会听得到 我会看得到 结果一年 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办事 办完之后我就不办了 老师你有这种努力 为什么不办 完蛋了 完蛋 真的叫完蛋 我讲的是叫完蛋 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一个 专业的所有 跟一般的技术人 也没有一样 没有两样 专业办理的 无形界的东西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处理了 老师给你带拼 本来没有的 变成有 有你就怕 不行 这个还其次 重点 它是违背修行 跟你灵性成长 是相违背的 我放掉 我是照戒 照镜 就是 那些兄弟 是有一些事业事业 那是怎样 他们相应该越相应该越好 应该越来越愿意 对啊 那不是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角度是 你应该越修越 越我们讲 越去除贪嗔痴啊 共纲我们要越越少啊 那才对啊 对 反而我看到的是颠倒 所以我离开了 我幸福那时候还年轻 二十几岁 我还没结婚 我赶快脱离 赶快从事我的身心里工作 慢慢的从一直修 一直去印证很多东西 我灵性就丧失掉 灵的东西我就解决掉了 就不再碰触了 慢慢慢慢又回到 身体这个能量 身体这个灵性中枢怎么来的 我跟大家一个分享 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 所有的源头 我现在讲源头 源头就是怎么来的 结合我过去跟印度所学的 头盖骨平衡 所有我从五行去印证 不管我从身心里的中医角度也好 或是什么 去综合出来 那有一个很玄的一个 一个原理 有一个人 他是正硬的 头脚的脚骨脚 结果这个脚骨脚是什么 每个人都吃过了 吃到过 一块脚都没有脚了 他说三项不可以脚 第一个头盖骨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的尾椎 尾椎这些贱骨 第三个 一般还是不容易巧的 就是我们的肋骨 肋骨 他调了很多 到最后调不回去 调完了之后又跑回去 你这么痛 就有一个处理 你这些跌到 有一个处理 处理完之后 三项不可以照等 大概都是这样 结果他调到最后 他说奇怪 人体里面有三个地方很重要 头盖骨啊 还有我们的尾椎 肩骨啊 还有我们的肋骨啊 这个都很重要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在调 可是他是 整个所有从头到脚 我们的神经系统 经过我们的脊椎下去 团绕到我们的肩骨 肩骨 然后再由我们的阴阳里面 绕回去的 这个叫阴阳一体 我们的中医理念基础 阴跟阳 那我们的神经里面 都是相关性的 如果有一个地方跑掉 他是有一个力血 会互相拉扯的 结果那个头盖骨 他没有钱去解剖 买尸体来解剖 他没有办法 结果那个 那个老师 叫佛山 他很聪明 而且他太有智慧了 这一套是我们台湾能发明的 发现的 而不是国外的 那他发现一个真理是什么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结果他怎么 他去对所有的 他没钱去买死体 他就是这样 对 对 叫骨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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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导致吗 他没有钱啊 结果他就发现去对 对这个什么 对这个 叫骨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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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一个原貌 人死后之后的骨骂去 人死后之后的骨骂去的原貌 他发现一个真理 假设你的见骨 你的见骨 你的图片 假设你的见骨 我们的见骨 这一个 鬼追这个见骨 如果你有裂一痕 你有裂一痕 你的头盖骨 就会裂一痕 这是已经有 这八九年 我们一直去运证的东西 第二个 假设你这里 车出车 你头撞到 相对这里 也会有受损 久而久之会拉车 我举个例子 这样你就懂了 为什么中风之后 你中风之后 为什么他压迫神经之后 你瘀 内有瘀之后 你压迫神经 传达不下 你的讯息传达不下来的时候 很简单 你看 眼睛 对不对 大小眼 嘴歪 手 还有什么 你的脚 它是一边的 它是连贯性 它是拉扯的 那通过这个发现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症结点 发现之后 在问所有家属 他在问家属之后 你的家属是怎么死亡 心脏病死亡 来对这个肩骨跟头盖骨 而且是很密合 而且是什么 在经过解剖学神经学里面 原理还有果价值原理 真的是很符合 重点是什么 如何把它调回去 发现的 对不对 如何把它调回去 在这九年 我就一直在临床这个东西 终于有一些成果 我不敢讲说 它可以治所有的白病 是可以吗 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 只要你把神经归位 神经 神经 神经是最有次序的 跟你的主价值是最有次序的 只要你把它归位 很多病症会改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重点 大家都知道要养生 大家都知道要养生 我在座也相信每个 今天来听这个字 就是要养生 但是